大家好我是Eric 那個大家 最近有去買麥當勞的獵人卡包嗎? 我自己是有請朋友幫忙買啦 但我運氣很差 還開到一包都是R卡的 開放跟我一樣的非洲人簽到 但總之 今天就要來跟大家聊聊這個 麥當勞獵人之亂 事情的開頭 是最近麥當勞推出了跟動漫 Hunter Hunter 獵人聯名的餐點包裝 還有限量販售的盲卡包 讓大家在購買餐點的時候 加加89元 就可以順便享受抽到喜愛角色的樂趣 但是這個活動隨即在社群上掀起了許多風波 因為在活動開始之前 社群上就出現了許多KOL 展示他們提早收到的卡片收藏盒 裡面有整套 24張的卡 加上一張隱藏版的大姐卡片 除了提早被爆雷隱藏卡片不說 另外一個爭議點是 有些KOL拍攝的影片 很明顯就對獵人這部作品不熟悉 像是網紅許悅 就因為開箱的時候指著小傑的臉說 長得好像原子小金剛 或是指著比斯吉的臉說 長得好像珍珠美人魚的露雅 就有許多網友覺得他不配拿到收藏盒 還做出了一張圖來嘲諷他 小傑真的變成原子小金剛了 然後比斯吉被劈成露雅 洗牙被劈成了咒術迴戰的五條霧 但經歷了岩上風波之後 疑似是許悅本人的小號 還被發現發布了一則現實動態 照片裡的許悅跟男友自拍 搭配嘲諷的特效說 這個舉動也讓社群徹底炸鍋 最後讓許悅被噴到刪除文章 或者是這群人的展榮 在開箱的時候說 這個卡通我知道 或是不斷地發出OMG的驚呼聲 卻說不出裡面大多數的角色名字 拿起隱藏版的大傑卡片的時候 還把它叫成了小傑 讓展榮也被捲入了這次的風波 最後他也拍影片自嘲 說知道卡通不等於動漫了 並反省說這次是寶貴的經驗 才讓風波稍微平息 只能說 這兩種不同的處理方式 就讓人看到了不一樣的結果 鑑於這兩起事件 讓許多KOL 是有點聞風喪膽了 有人不敢拍開箱影片 有的要是拍了 就會拍得非常的精緻到位 至於為什麼這次的活動會掀起風波 在旁人看來 網紅們不費吹灰之力 就拿到了所有的收藏卡 有人比喻 這卻像是不懂精品的外行人 突然拿到了限量的 大家都拿不到的Chanel包包 然後他還上網炫耀說 喔?這個包是Coach嗎? 就會讓人覺得這個行為非常掉價 更讓人有一種粉絲要辛苦排隊 但不懂得外行人卻不用的強烈剝奪感 隨後麥當勞官方在臉書也公開道歉 並宣布會抽出100位粉絲 贈送全套的獵人卡片 而且還是有收藏盒的版本 某方面來說 這一系列的風波 也讓這次的獵人合作活動熱度大增 但也正因為如此 讓事情的風波還沒有平息 2024年10月23日 根據LINE社群 麥當勞內部工作人員的分享 獵人卡包開賣的當天早上 麥當勞的團隊就嚴陣以待 不但前一天開會到半夜 制定出了許多販賣規定 包括讓各個分店 把外送平台上的獵人卡包選項取消掉 也禁止在得來速的動線購買 代表消費者要買到卡包 就必須親自到場排隊 而且每人限購20包 麥當勞官方在早上6點 就開始準備了購買獵人卡包專用的櫃台 讓大家排隊 結果不出所料 各地的麥當勞門市 在11點開賣前 就出現了大量的獵人粉絲到場排隊 排隊人流甚至要回轉一圈 終於到了正式開賣時 有的消費者原本可能只要買幾包 但看到了後方的排隊人潮 就發瘋似的20包20包在買 導致有些在11點才到場的消費者 直接鋪了空 很快 在短短3個小時後 麥當勞官方於下午2點30分 就在臉書上宣布 全數30萬包的獵人網卡包 已經銷售一空 這麼迅速的銷售速度讓許多人都傻眼 畢竟禮拜三的早上 許多人根本還在上班上課 才剛過中午就賣完了 讓許多想要購買卡包的粉絲 只能上網發文哭訴或是求轉賣 這也讓那些稀有卡片 價格不斷地水漲船高 在各個社群平台上 有些想要交換卡片的貼文 後來開始出現了轉賣的貼文 有的人販售一整套湊齊的卡片 價格從1000元到2000元都有 這還不是含有隱藏卡大姐的版本 因為光是隱藏版的大姐卡 就可以賣到2500元 甚至抵固了一整套的價錢 如果是開到了稀有卡片 價格貴一點賣出可能還可以理解 但更可惡的是 有人在買完卡包之後 就轉頭坐地起價翻倍再賣 原本89元一包的卡包 變成了300元一包 整整就翻了快要4倍 更因為這些黃牛行為 讓許多想買的人都買不到了 就有網友開始發文控訴說 真的喜歡獵人的粉絲 就不會靠這個暴力賺錢 獵人粉真的都被當盤子 也有網友直接跑到官方抱怨說 一個人限購20包真的太多了 但其實追根究底 只有4張卡的盲卡包根據希望值來看 如果是想湊齊一整套的粉絲 可能真的要買到20包 是全台只有30萬包的數量 根本無法應應這次的風潮 如果要讓黃牛血本無歸 照顧到所有粉絲的話 還得繼續看麥當勞官方 要不要加印卡片了 這次的獵人卡包事件 雖然還在延燒 但其實在去年9月底 麥當勞就曾經推出過 七龍珠的聯名活動 當時也有推出七龍珠的卡包 給大家購買 社群上面除了紙袋的包裝 吸引到了一波寵物cosplay 賽亞人的風潮 但熱度也不像這次 獵人卡包活動這麼誇張 推測可能是除了原本的獵人粉絲 還有許多消費者 被這次的炎上風波吸引而來了吧 而且說到麥當勞曾經引起了排隊風潮 在1999年他們推出的凱蒂貓 應該是不少中高年級生的回憶 只要購買套餐再加價69塊 就可以得到一隻隨機的凱蒂貓玩偶 哇 當年的物價也太 當年推出的凱蒂貓 總共分成麥當勞篇 相識篇 中國篇 新婚篇 還有夏日篇 最受歡迎的是新婚篇 而凱蒂貓旁邊搭配的另外一隻Daniel 在設定上是他的男朋友 也因此讓消費者產生了想要湊對的心理 至於當年麥當勞的凱蒂貓玩偶 狂熱到什麼程度呢? 據PTT上面的網友分享 他早上發現家門口滿滿的都是人 結果原來是路口 充滿了麥當勞的排隊人潮 更有人說麥當勞的凱蒂貓 簡直是架構商品的始祖 後續可能是受到了麥當勞的啟發 各大超商曾經推出迪士尼系列 踢他舞公仔或者彎彎磁鐵等等 這些極點商品都曾經畏微風潮 麥當勞限量 成對 整套的做法 雖然讓消費者趨之若霧 不過仔細的觀察你可以發現 欸? 這次的獵人活動怎麼跟當年的凱蒂貓有點像呢? 原來這些行銷手法 在好幾年前就已經出現了啊 那麼接下來麥當勞會推出什麼聯名商品呢? 是航海王? 火影忍者? 還是死神呢? 到時候可能又會掀起一陣搶購蜂巢了吧 我可能還是會小買一下 畢竟 那麼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這裡 祝大家都抽到自己想要的卡片 你這次也有參與到麥當勞的戰爭嗎? 歡迎留言跟我分享 如果你喜歡這次的故事 想看更多這類型的影片 不用了按下喜歡按鈕 並訂閱下水稻先生的頻道 我是Eric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都已經有準備好 我們來挑戰 但我們先手說 我們要不要緊說 我們要給拼拼了 我們要緊說 我們要緊說 我們按維持 我們要緊說 我們要緊說